接下来是由自知媒体人芝加哥时报主编李祝华所带来的最新观点 李祝华观点社会力很大了 美国八个州将举行公投修宪 禁止非公民投票将激化社会对立 因为两党意识形态的对立促使美国的社会越来越分裂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有八个州近日将举行公民的投票 已决定是否修改出宪法 以明确禁止非公民投票 而这项措施是川普支持的共和党人多管旗下的一部分 以引发无证明移民在11月大选中投票的可能性 事实上非公民投票本来就是禁止的 根本不需要上升到修宪层次 换句话说这一项公投根本就是多此一举 白白浪费社会和国家资源 而这些州的做法显然就是要激化社会对立 美其名曰是防危妒进 确保选举的公正性以避免任何潜在的违规行为 但骨子里则是在丑化仇视非法无证移民 近日达到打击民主党和拜登政府之企图 所以司马昭之心 人路人皆知 我个人非常不以为然这次准备公投修宪的州 包括南卡罗莱纳 密苏里 维斯康辛 俄亥俄 乔治亚 北卡罗莱纳 印第安娜和田纳西八个州 绝多数传统上保守的共和党州 特别是在联邦和州级选举中选民大多支持共和党候选人 维斯康辛和俄亥俄州两州则属于摇摆州 在总统选举中往往出现的相差甚少的选举结果 乔治亚州最近趋势发生了变化 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选民选择了民主党拜登 印第安娜州和密苏里州 在最近的选举中通常支持共和党候选人 而这些修宪措施的最终通过与否 必将会对美国的选举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非公民投票权问题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议题 这也意味着更多的选民需要经过繁琐的程序 才能完成登记和投票 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合格选民无法投票 尤其是那些难以取得所需文券的选民 从而影响选民参与度 使投票率降低 因此修宪需要在平衡多方利益的基础上 进行深思熟虑的决策 无论最终选择如何 都应该确保所有周民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尊重和保障 并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感谢观看